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可能会复发 明白了吗 你自己要当心啊 你呢 现在做人蛮好 很愿意帮助别人 但是呢 你帮助别人人家不会理你的 因为你都是还债 听得懂吗 你的主要的问题呢 现在为什么会生这个病呢 是你年轻的时候有欠了一个人的感情 听得懂吗 老实一点了 坦白重言 抗拒更严 好好地念礼佛 听得懂吗 还有 你对爸爸妈妈当中有一个不是太孝顺 老实一点咯 你再要乱讲话 现在都有护法神在的 我提醒你啊 你要乱讲 你自己有事情你自己负责的 明白了吗 我现在告诉你 你家族里边人有心脏不好 对 为什么知道吗 为什么知道吗 因为你的心脏也受家族的影响 你的心脏很不好 明白吗 还有你的腰不好 经常痛 讲不出来了吧 每个人被台长弄两句话 讲不出来 还有要注意 自己要当心 你不要回忆了 因为你现在在回忆 我对哪一个男的我欠了他了 他来找我 你想什么我心中都知道 你现在呢 我现在跟你讲 你把你的情绪拉回来 腰不好 第一 要经常用热水敷腰 用脚泡脚 脚啊 要泡脚 而且要放黄酒 好吗 调整自己的血液循环 你这个人真的很老实 很傻 你年轻的时候也被人家骗过财 讲不出来嘞 讲不出来嘞 听得懂吗 你呢 自己有点钱 自己呢 要懂得买点鱼去放放身 保保你自己的身体 要放多少 你放五百条 好吗 好 小房子要念多少 小房子我劝你呢 最好呢 一个星期呢 你能至少念三章 你至少要念一年 好吗 还有你要每一天要多走路 台长告诉你们啊 我告诉你们 为什么走路的人长寿 你们知道吗 那菩萨跟我讲 头接的天上的气场 脚呢 踩的地气 然后人呢 当中叫天地人通气 所以人浑身一走路 血脉通 完全很多的免疫系统都会恢复 所以身上很多病就没有了 所以走路是最好的体育锻炼 所以我希望你们都要多走路 有车都不要坐 走个二十分钟 半小时 保证长寿 好 谢谢台长 你呢 其他没什么 你不要生气 台长刚刚看到你的图腾里边呢 你有很多气 因为很多人对不起你 所以你一直记在心中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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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忘记 你听台长的话 一定要忘记 好不好啊 你要原谅别人 我告诉你 很多人都是你欠人家的 真的很苦啊 所以我告诉你 人都很苦 怎么样来摆脱 就是靠念经才会想通 不要去难过了 听台长的话 都是菩萨的好孩子 人吃点苦没有关系的 人要学会吃两样东西 在人间 一个是吃亏 还有一个吃苦 学会吃亏 学会吃苦 你就比较顺利了 谢谢 好吗 台长会帮助你的 不要难过 你有菩萨了 你以后不会难过了 也没人欺负你了 好吗 台长知道 大家看到了吧 所以人其实都很孤独 都很可怜 但是呢 表面上他还要很强硬 所以一定要学佛了